論經濟透明 tyle Connecting 今天主理論的 新聞理論局 也是這樣 那一幕在他們 rob的 他當時是馬英九上任 過了一筆擴大內需的錢 我們不要再批評別人 我們今天是要想別人的孫子 要拿錢我們自己 再來吳智陽 你想不到嗎 吳智陽時代也有很多規劃 只是還沒有完成 我是覺得他在任內 如果有好好的幾位 你就要繼續同樣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市政有延續的部分 比如說河川整治 要接續做完 我現在說不是這樣 河川整治 你要說河川整治 我告訴你 當初河川整治 我在做市議員 我做辦議員的時候 在河川的頂頭 去政策 我強烈反對 我感覺那樣的事情 是浪費公堂 他要 我們現在的河川整治 你們的方向都不對了 自主理人 吳智陽和我們目前都一樣 河川整治 你們都是在整治河岸 河川整治是要整治水質 沒有人當時 我跟你說 你把炒 整的河川那裡 說很難炒 可以去架什麼 我跟你說 我們的台灣的河川 是什麼 沒落後的時候 沒水 沒風太的時候 是沒水的 那一旦風太 沒風來來 滾滾球 這樣 很大的 那些的 那些草 那些都沖掉了 所以說他把 放下去的錢 齁 我把他反對的時候 他也沒在尊問 他沒在聽 那不知道是什麼心態 我現在也要幫你拿刺 那個鄭市長 共產黨建設裡面 你也要包括河川整治 當然有 我跟你講 污染管治其實是最重要 再來才是所謂的整治書訊 什麼 東山河整治啊 愛河嘛 高雄是愛河 對吧 不過最重要 我也借這機會說一下啦 像下水道系統以前只有6% 我們現在到現在為止 八個系統全部發包 我們六 我們八年內會到達60% 這就是我們河川整治 下水道系統 我們就是大部分 污染管治 去年開始 環保署 都把我們河川污染的管治計畫 把它列為優等 因為我們開始執行很徹底 我跟你說齁 就是我們這個 北區中民是南寒家 對 南寒家的源頭是在我那裡 在我住的地方 南寒家 我是四十幾年住的人 南寒家在我小孩的時候 我可以一天 我能踢頭的時候 我半寶就是在南寒家裡面 半寶就是在山頂 那個小孩的時代 讓我非常快樂的 那個環境 讓我非常欣賞的 隔入金為止 但是 經濟不幾年以後 南寒家的完全變換 人沒辦法穿金 你要知道 我所大的鼓樓力 所大的鼓樓力 不是 你去檢查看看 因為上頭的工業區的關係 通通通通污染 都不能正正 都是通污染 不能正正 那如果要說的話 論診公開 我是沒法審 而已 不然我叫 隔入你的民眾 來找一支政府 說做 這什麼人要負 你想政府要負責嗎 當初有一個時候 洪發結的通污染 市政府給他答應 說 頭要把它製造後 要把它製造後 要把它製造後 再把它製造 市長 你敢想 如果專民性的 這樣做 你像政府這樣 很難的氣 所以說 我告訴你 隔山很多工業區 是在我們幹事的源頭 這是當初政府不敢說 當初政府設計錯誤 帝師傅今天才會刪行這個問題 我才跟你說過 如果可以 為 現在我們長庚業周遭 就是大瓶頂地區 A7站已經開發了 那當中夾雜的什麼 夾雜的工山 工事工業區 工事工業區 等一下 環保教大 補過一個說 他們接管率現在達到多少 他們以前都沒有接管 他跟南氣污水助理廠 只是一個小溪之隔而已 竟然別的地方的污水管 都有納入燃氣污水 處理廠 獨獨就那個工事工業區 通通都是偷買 偷買的結果 就造成我們 救入你田地的污染 那時候 都有大顆流的 包庇 所以說都沒有違法 我們怎麼說 政府政府也沒有跟我們理會 新市長 你要有你的風 你要有你的祝福 我直接請坐 市長 我再問 我們通知有兩百幾萬人 但是 我們通知經國的格局來說 市長 你自己看 這樣怎麼會是 宴霞市的格局 通知 的省家座直轄市 主要 除了人口以外 它是國際機場所在地 它是我們產業 最集中的地方 所以 當然是到達升格條件 但是升格後 我們要做一個工作再開始 對 這就是重點 我們通知 我們通知 要不達到 院廈市的格局 你看 我們通知經國 行路狭窄 道路狭窄 我們的市區老舊 你看看 不像這個大土地 不像這個方法的土地 這是 我們要努力的目標 這是市長 要想辦法來處理 怎麼把我們的土地 做一個脫胎販股 你不可以說 你只說 香港什麼是新的 我們都這樣 目標 都看歪歪去的時候 我們的精神 我們的力量 都用歪歪去 結果 你沒有注意到 這些股的 那個 土地的 社區的 這個發展的 沒有 要怎麼解決 有些法令 如果 比較 跟上時代 我們 要想辦法 去更改法令 現在 地方 中央 都是貴黨在執政 我們 不是貴黨 是我們的黨 好 我跟妳講 不記得 那 我要提醒你 就是我們 台灣市 整個 要有院廈市的格局 希望 你能夠再連任 希望 你在你任內當中 要把台灣市市 給 脫胎換骨 這個是我的責任 直接 我要跟你 告訴你 我想是這樣 我們的黨 開始 直轄市的格局 要慢慢把它 產生 比如說 剛才說的 叫做 鄉街計畫 路都很小 我們這次討論 從鐵路地下發 就發現說 台中哪能夠高價化 兩邊80米 林林大道 所以它鐵路 不經過住宅區 我們兩邊都住宅區 密密麻麻 我們容積率都比較低 桃園的容積率都不足 要去不完 去不漂亮 所以我們 未來都記檢討 我們有在檢討說 要整病 要讓容積率稍微放寬 合理的容積 所以 我在想 我們從未來發展 也不能拘泥在現況 比較高的標準 我們還是要一步一步往前推 比如說 以前人行道 預算變得比較少 我們這次人行道 預算就變得比較多 我們要一條一條做 以前沒有做那麼多人行道 為什麼 一個都市哪有可能沒有人行道 這是不可思議 但是沒辦法 比如說我們電纜地下化 40% 台北市95% 所以我跟台電協商說 分年分期日 每年都要做多少 這次我們都市 格局要不斷往上提升 這個 每一項工作 我們都看得出挑戰 我認為 我們市府團隊 一定要把我們追求的高標準 要一點一滴的來落實 希望市長 你要記得你所說的話 希望我們市府團隊 對大家一起努力 我在這裡也要跟你建議一下 對 我個人認為有一些指標性的重大建設 好 捷運 對 河川整治 對 那 人口密集地方的 國民運動中心 兼大型公園 對 這個都已經在計畫中 然後 老舊社區都市更新 這個很大的挑戰 但是我們 我們也願意齁 再推動 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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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就是要克服萬難 如果是 礙於法令的話 就是要從法令上 根本來解決 好 這樣好不好 可以 你說這都是 我請問你 河川現在人口多少 已經 快到16萬了 4-5萬多 還要看合一住宅 這4800戶 搬進來以後就會超過16萬 我路面的時候是14萬多年了 現在最終的 甚至16萬 合一住宅搬進來一定超過 你會記得說你有答應我 這個國民運動中心嗎 你找台 你找台 當中 我這裡我幫你提醒 我也跟你說 不過體育大學是有 有開放給大家用 他裡面 他裡面 但是這個體育大學不夠 那到底 那是你們 兩輩子 對啦 挑大學人是挑大學的 那是你 我們喔 以前 國手的 的地方 我們不要去還沒參差 我們不要去麻煩 我們自己找我們的地方 那個 我跟你說 這裡 這 我有出來 土地這麼大 你看你要用多大 也有 你要想辦法 我現在有跟你說過 我拜託你 你說 你 那個 那個 你告訴我 這個 市通檢討完畢 以後會移轉給桃園市政府 對 林口特定區 第四市通盤檢討後 我們台北 新北市跟桃園市都在爭取 把管理權移轉 古山 已經有每十六萬人口 古山 古山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又是交通的藥蔥 所以說 我們市長 民意代表 都在怪你 怪你 說這個意思 你都不像是古山 其實這樣說是 不是民意代表 是一個民意代表在這樣說 我跟他講說 除非你們議員都睡著 我都睡著了 不可能吧 這樣說是比較沒講到 我請問 你怎麼會記得 你會記得講到 你這樣 討伐市長到後的時候 你去 幾次幾次了 我最終就去過六十次以上 對 六十次嘛 啊 貪查跟動工也不計其數啊 我現在隨便唸幾個給你聽 比如說 瘦山高中 蓋體育中心 在進度中 龜山國中要蓋多功能活動中心 平挺消防隊已經動工了 龜山地震事務所即將掛牌 那桃林鐵路做雨水分紅系統 這個都是在我們 我們要社親子管 社工作中心都定案了 所以我想 其實每個地方都有建設啦 不能 像捷運中線 以前舊的縣政府 實在幾乎已經停擺 也是我上任後 交通局跟交通部 我們一起協商 讓捷運中線可行性報告 出審過關 而且現在即將要複審 所以中線是我們就回來的啊 市長你經常去鼓山 我都知道我 對 我也知道你很都在打拼 所以說 實際的啦 議員一個人一個水 也有 批評我都會接受 這個你也不要去基於喊 你說龜山都沒建設 這句話我沒辦法認同 所以我那一點 那一點我有反駁 但是議員的任何監督 善意的批評我都會接受 以前沒有到15萬歲 以前縣政府沒有 那我認為龜山外來人口跟年輕人口很多 應該要蓋一個國民運動中心 當然如果說能夠優先在大平領地區找到地的話 是可以優先 我就跟你說 你就從那個報告裡面就找到 古山很多的報告 人家以前叫紅山區 紅山區就是什麼 他本身就是土地區域西部計劃而已 我告訴你政府跟參參下去的時候 說是我們參表的中材的土地 看你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是不是這樣 好 我們把龜山取得的運動中心 你就報告你比較重視的 自然我們就有兩出土地出來 好 現在我跟妳研究一下 我剛才做議員 一直跟我做議員 跟現在是議員 我每一個會期 都有拿出這個 拿靠保護局的這個問題 這樣長久以來 你看我做議員三次 向上一次 現在 這個保護局裡面 只有三坡地 倒在這邊 過期要選舉的包括管長市長 包括立法委員 每一個人都跟誰說 說他如果正任後 他要改靠我們外面 保護局的問題 結果沒有一個人做 也是一直到我做行政的時候 我有錢 我有那個經費的當中 我已經把兩個庭改變了 而且我變一千五百萬 我們現在等妳做 林口都市計畫保護局的 三坡地這邊 現在這個事情 給我的感覺是說 這個事情 現在區公所已經 消費了我們市政府的 當中 我沒有感覺說 我們市政府 包括市長你 對這個三坡地改變的事情 你們有關心到 我開國都是專案會議的 有效率到 說沒有 好這句話是沒有說白的 這個雖然編載區公所 也是我們負責的 這個審查當然要到農委會去 文化段新華段已經畫出嘛 他現在畫出的方法是 一個區一個區在檢討 那目前公事工業區這個區段 目前已經完成草案 我請劉鎮宇局長來說明一下進度 不用 不要再說一下 沒有你問一下 沒說好像沒進度 我要跟他說 不跟他說我的事 沒有我請問你那個 那個市長也好 你鎮宇局長也好 我們會完成 這樣如果無關什麼進度 我們會把它完成 好 你今天來你先聽我講一下 好 你今天報復 我有變成五百萬議選 在那裡做的 當中 我聽說 當時工業區特別 跟我們市政府要求 說為他們的行辦有這個事情嗎 沒有啦 沒有啦 他是整體規劃案啦 沒有啦 這個局長也有特別 講到他 他跟他說 要給他們十萬的設計費嗎 你那坦白說喔 你如果沒有坦白說 我告訴你 我不會完全公認喔 沒有啊 那我怎麼特別 沒有嗎 他是同個案子啦 他那個是同個案子 沒有沒有 我告訴你 市長你愛的 我如果是要你好齁 我跟你說 這個案子齁 保護機是我們歸山四五十年來的痛喔 你今天我們 變經費在那裡 以前是人工所的錢 變好好的在那裡 你不快下去嘴 結果的時候啊 你如果是說 在單膠公司工業機啊 你因為某些人的建議啊 齁 你只要你白結公司工業機啊 公司工業機 烏蘭最嚴重的地方 你只要你白結他喔 單挑為優先行辦 我跟你說 你是在這保護全民的背市呢 那個 那個議員 議員 我現在說清楚一點 這樣就誤會 原來歸山 鄉公所委託的範圍 就是這個範圍 我們就這個範圍 我們有包括公司工業區啊 有 有包括公司工業區在內 啊這個範圍內吼 因為公司工業區周邊 要設置紅石 那但是 找不到公有土地 所以農委會要採取新的方案 才有可能過關 現在是針對這個 我要退休了 我是願望你 夾做民進黨 夾做臺灣民立這次 那個 你要自己愛去 你人人好 有時候看人不準 因為你人人好有時候 我現在不要再說 我現在跟你說啦 說 如果有報告 你就要去幫你 你 這個範圍地 這邊的問題 你趕快下去 去改靠 你訂機關 趕快把它拿回來 拿回來之後 這個我們保護區裡面 不僅是 平的地方 山坡地行這邊 還有一些 秋林地 秋林地的時候 你也要散家利用 要好一點 來開發 我告訴你 你如果開發 如果要靠 地點保護區的時候 你有什麼好處 你所知 有種的提出 有種的提出 對我們來說 是很痛苦的事情 有些提出 我們不能夠處理 這個東西裡面有種工程 它產生什麼問題呢 產生一些污染 你沒辦法控制 你說工藥區裡面 你能夠準備 強制它這麼快 但是問題的時候 這不可能 再來的時候 這個污染源 你把它杜絕 你就是土地要把它開發 開發之後 你就會開發 南関價的問題 你要知道 因為你開發下去之後 會不會這樣 非你社會 不會那麼複雜 然後你開發之後 該是工業區 工業區 該是駐台區 駐台區 當中 我們這個污水的問題 我們都在我們的控制範圍之內 南坎西的源頭 就在我那裡 就在龜山 那時候是一級兩得 我跟你說 我們現在 龜山這方面 含南靠壁 你看看 我們差人多少 但是我們的林靠壁 可能比較多 但是我們現在 你只看外觀 我們差人很多 為什麼這樣 因為索津中 當初把那些山坡壁一邊 人家的開發比較完整 我們就是因為這個山坡壁的問題 所以說我們建的住比較低 人家的高樓大廈 我們這邊的住都比較低 所以說 整個這樣閉的時候 我們只要閉起來的時候 現在好像不會閉起來 看起來就是我們比較失敗 這樣 我的願望 過去 一樣 所有的政治人物 沒有人關心 我們哪裏有一個報告 我的願望 我也一再提醒 我也一再拜託 我們政府市長 你一定要重視 這個報告的問題 好 謝謝 我現在 我跟市長你講 你剛才我們講的 國民運動中心 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利用 南靠報告 這個南靠報告 當初 市長我問你 這個報告的意義在哪裡 為甚麼要保護 這很早的價位 因為台地周邊 容易釀災 所以它把整個 那個林口台地周邊 化為保護區 不是這樣啦 當初我們的政府 是要把林口台地 包括南靠和鼓山 這方面 做一個大陀器 他要分九級開發 他還只開發一級 兩級而已 當時就當時四五十年 這是一個 新三級的價位 在我們的南靠 這方面 那為甚麼 這 我們可以繼續進行啊 我們現在 人家靠去平壤 他們做得不錯了 我們不要管 我們就管 我們不算 跟路德的報告 我們就快把它拿回來 這個報告很好利用 包括我們的三部隊 你知道 桃園那個 湯庚慨念嗎 這次去過 了解 他去在那 秋林町上面 你知道 那個 湯庚的養生村嗎 你知道 以前 我小時候 都在八山 都這樣八 他的山 是怎樣的山 這裡一輪 後來 還有一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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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大輪 以前 仰聖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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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長庚的養生村 東方養生村 那些都這樣 這樣 結果 經過他們長庚的養生村 開發的時候 現在 那一輪 他們那是地面圖開發 對不對 他建造物 以外的養生村 都要執批 結果 他也沒有產生的 所謂山坡地危害的問題 那 同樣的 他們的災團可以 他們有辦法 我們也有辦法 市長 你可以去造商 造商 造商的時候 就是把我們那些山坡地 你譬如說 你把他整個月做 遊樂區 叫人家 手上 人家的廠商 來搭訕 要怎樣 BOT都可以 因為 我們這個地方 接近兩個 雙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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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那些 他們休閒 醫療的地方 要從哪裡去 他可以來我們這裡 增加我們 的 這個經濟 再來 我們現在 台灣的醫療技術 全世界出名 是不是這樣 我們 可以把 我們那些山坡地 你把它開發做什麼 醫療專機 醫療專機 八星的土地 好 你把它開做醫療專機 兩台去 你把八星買 要說我那些 要來做什麼 我要來做 醫生館 我要來做 醫美館 我要來做 養老院 我要來做 養生村 當然 善家利用 我們這個 民國保護區的 這個土地 這對我們 地方來講 整個環境的 改觀 還有對我們 桃園的發展 來講 效益 有多大 保護區 不可以再放在那裡 不可以再 不動是我們的 環境 如果說 我們那些 秋林地而已 我們還是 不可以利用 謝謝大家 我們要來 我們要來 這個土地 在那裡 不可以 這 這 也算重大建設 一種 如果 你把我們 這個方向 下去整理 我們的特定 報告 這對我們 幫助 非常大 也是市長 你很大的 政績 好 謝謝 我們在林口特定區 那管理權回歸市政府 土地利用的規範 我們來頂薪的規範 我們來頂薪的規範 我再看的 一樣 它確實 它有蓋高的浮球場 有蓋養生村 對啊 有蓋長庚分院 那一般的民眾 不能夠合理利用的話 這落差太大 對 百姓是絕對沒辦法利用的 譬如說 土地利用的規範 譬如說 什麼樣的情況 可以容許做鄉村區 什麼樣的情況 可以做這個 比如說社福機構 什麼樣的情況 可以做為 這個小型的產業區 這個我們要定規範 你把整個下去 你說 這是 那個 這管理權移交才有可能 因為現在 銀建署 你把整個下去 自然人 別人會去買 現在銀建署還有人家 你叫北京去開發 因為這個山坡地開發 很嚴謹嘛 北京沒有那個材料 落入山坡地 保育區的範圍 不論是管理權站 在中央或地方 還是要按照 山坡地保育條例來進行 要有水保權站 不過這是後面的事情 土地利用型態 要稍微增加的話 這個要好好的研究 我認為 管理權還給桃園市政府 我們再來討論 你應該要這樣 記得 只要有幾個當中 我如果有討論你的時候 我都會一載 又幫你拿錢 人家靠一頓保育 希望說 你後面在家庭 在當中 你都有一個效率 在那裡 有一個進度 有一個東西在那裡 好嗎 好啦 謝謝 都有進度 我現在請問 我們A7站的交通問題 他們現在出入交通問題 包括我們長跟周遭 交通用塞的問題 我先讓局長你講一下 你想要怎麼解決 目前我們 目前我們 我們先是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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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